Hello 大家好 我是多拉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耳机数据线都通用的一款收纳包 这款收纳包非常的小巧 平时就可以装到我们的包包里进行使用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吧 好 首先的话我们先取出这个主体部分 这个毛线 我们这个颜色大家可以自行去进行搭配 我这边用到的是绿色的毛线 将线先绕过小拇指 然后呢再绕过食指 最后大拇指和中指捏住我们这个线头的部分 随后呢勾针 绕线 我们先来勾一个起立针 随后我们开始勾之辫子针 勾针直接绕线 将线从勾针上的线圈拖出 这就是一个辫子针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好 这个具体长度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宽度 长度去进行勾知 好 我这边的话就以16个辫子针为例 紧接着我们勾针找到倒数第二个辫子针 我们将勾针挑过上半个 我们只挑半个辫子针 绕线带出 我们先来勾一个短针 新手可以在我们第一针的位置上 去做一个记号课的标记 我们直接标记到这个V字形的这个形状上 紧接着到下一针 我们同样还是挑半个辫子针 勾知 短针 继续重复 我们每一针目中各勾知一个短针 一直勾知到我们倒数第二个辫子针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 好 我们这边还有最后一个辫子针 我们在最后一个辫子针的这个位置上勾知三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三个短针勾知完成之后 我们转过来 我们开始挑另外这半个辫子 继续去勾知短针 一直勾知到我们这个倒数第一针 倒数第二针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依然还是只挑半个辫子针去进行勾知 好 我们这边还剩下最后一个辫子针 我们在最后一个辫子针的这个位置 同样还是去勾知三个短针 两个 还有一针 三个 好 三个短针勾知完成之后 我们把第一针的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穿过我们第一针记号扣标的这个V字的这个位置 穿进来 绕线带出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线从后面的线圈带出 这个叫做引拔针 随后呢 锁一针 两针 好 我们锁两针 紧接着勾针绕线 我们从我们第一针 就是引拔针的这个针目开始 我们来勾长针 好 我们也是啊 如果大家他记不得 可以在第一针的位置上去做一个交扣的标记 随后啊 继续我们勾针绕线 下一针我们依然还是挑这个整个针目 就是整个V字去进行勾知 勾知长针 后边我们每一个针目上都是勾知 不加不减的长针 我们勾知一圈 一直勾知到我们转过来这个最后一针的位置上 好 大家自己把这一圈勾完 好的 我们这一排不加不减的长针就勾知完成了 勾完之后我们看最后还剩下两个很小的一个V字 这个是不算做针目的 这个是我们这个第一针起来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勾的这两个 两个辫子针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不算做针目的 我们就直接来到我们第一针 交扣的这个位置去下来 勾针穿过 我们来勾知一针的引拔针 引拔针就直接将前面的线从后面的线圈拖出 随后锁一针两针 我们继续重复上一排的勾知 还是在每一个针目中各勾知一排不加不减的长针 我们就继续去勾知不加不减长针 好 我们勾完最后一个长针之后 同样还是在第一针的这个位置上将勾针穿过 我们来勾知引拔针 引拔针完成之后锁两针 然后重复我们上一圈的勾知 还是我们在每个针目中各勾知一针 不加不减的长针 新手的话同样还是如果说怕记不得位置的话 可以在第一针的位置上去做一个交扣的标记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一共是勾知八排 这边已经是勾知到了第三排的位置了 剩下的几排大家自己去勾知完成就可以 好 我们勾完第八排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引拔手尾进行连接就可以 引拔之后的话我们这边需要换线了 我们取出这个白色的线的线头绕到手上 然后呢我们直接绕线带出 把原来绿色这个线我们给它拉紧 然后放到一旁 好 这个白色的线头呢 我们这边是要给它压一下 紧接着我们沿着这个绿色线 我们调外边这半个针目 因为它是有一个V字一共是两根线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直接调外边这一根 我们来给它勾短针 线压到勾针上方我们来藏一下 然后继续下边 还是我们调外面这一根 我们只调一根来勾一个短针 后面继续调外面半根 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白色的线压到勾针上 勾短针 后面重复我们还是调半根 外半根 继续重复勾之短针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一直把我们这一排全部是勾 这个白色的短针去勾过来就可以 好 我们这一圈白色勾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找到第一个白色针目 我们穿过来勾引拔针 随后呢我们把这个白色的线放到一旁 我们换绿色的线 我们来勾两个锁针 一针 两针 同时呢把这个白色的线我们要给它拉紧 然后随后呢勾针绕线 我们看我们刚才这里面它有剩下半个针目 我们是没有勾的 随后呢勾针绕线 我们是勾里面这半个针目 我们来勾长针 一个针目勾一个长针 我们挑剩下这半个辫子去进行勾制 好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啊 我们勾那半长针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一排去给它勾制完成 好 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一排长针 勾制完成之后我们直接勾一个引拔针 随后呢换到这个白色的线 我们把这个绿色的线先拉紧 我们来勾两个 一个 两个 勾两个锁针 随后呢勾针绕线 我们从第一针开始 我们每个针目上去勾制两个长针 同时呢把这个绿色的线放到勾针上方 我们来藏一下线 每一个针目中勾两个长针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去把这一排勾制完成就可以 好 我们勾完最后一组这个长针的加针 就是一个针目里面两个长针 勾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找到第一个长针的这个位置 我们来勾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锁一针 然后把这个线拉长 线头的话我们直接给它剪断就可以 把线头带出 然后把这个线拽紧一点 这个线头的话呢 我们直接用缝合针去给它藏一下 然后这个绿色的线也是一样 我们给它断掉 因为刚才已经有藏过线了 我们直接断线就可以 然后这个白色的线头 我们用缝合针 穿到缝合针里 然后将它带到我们里面 就是带到背面来 将它直接藏到我们这个针目里面 这个长针的针目里面就可以 好 大家自己去把这个 这个线头去藏一下就行 我们直接把这个线都藏到 我们下面的这个针目里面就可以 藏几针之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线头 稍微拉一拉 然后把这个线头给它剪掉 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个白色这个花边 也就给它勾置完成了